可以了 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这个活动实际上是中文叫做宇宙漂流瓶 这宇宙漂流瓶什么意思的话呢 记不记得在77年的时候 有一个飞船叫旅行者号 旅行者号现在已经飞出太阳系了 它有一个金唱片 叫Golden Record 那里面搭载了人类文明的信息 它有100多张图片和相片 还有55种问候语 还有27个音乐唱片 等等的 就是说是飞出太阳系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被外星人截获呢 实际上我们是不知道的 因为具体有没有外星人 其实我们也不是非常清楚 但现在另外也有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新一代的宇宙飞船的话 我们预计会在今后10年到20年的话 再继续飞出太阳系 那么77年做的这个唱片已经非常老了 我们想更新一下做一个新的唱片 这个唱片的这个名字呢 叫做宇宙飘流屏 所以说呢 这个的话呢 要包括什么呢 包括图像 照片 还有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我们希望那个通过这个活动呢 来那个征集 征集 全世界各地的 无论是青少年啊 退休人员啊 各界人士 没有限制 都上载一个两分钟的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要表示什么呢 这个视频是给外星人看的 但是呢 给外星人看的 你要知道这个外星人 他不懂英文 他也不懂中文 他也不懂法语 他也不懂西班牙语 对吧 所以说呢 你要用什么传递这个信息呢 要用图像和声音 来传递这个信息 传递什么信息呢 是我们人类文明 实际上这个 在这个银河系当中 我们是唯一知道的 一个人类文明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外星人名呢 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说呢 我们做这个信息呢 等于说 给我们留个遗嘱一样 希望呢 在将来 这个将来的话 也可能是几百年 也可能几千年 也可能上万年 也可能几百万年之后呢 被另外一个文明所截获 然后呢 那第二的话呢 我们想通过这个信息呢 给大家一个全球的 给特别是全球的青少年 推动一个教育 为什么利用这个活动来给教育 你想想看 要代表人类文明 你写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的话呢 并不是代表某一个人 也不是代表某一个国家 也不是代表某一个政府 而是代表全人类的 这么一个信息 那你这个信息怎么好 这个全人类的话 从人类讲的话 我们有优点 也有弱点 OK 也有好的方面 也有坏的方面 你是告诉外星人 我们坏的方面呢 还是告诉外星人 告诉外星人 我们好的方面 所以怎么组合这个信息呢 实际上是要大家动脑 去思考的这么一个问题 特别是青少年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呢 作为一个教育途径 一个是一个education tool 这个education呢 不光是科学和技术 也是文化 经济 社会 就是说是你来描述 这个人类这个社会 还有一个想法呢 是这样的 我们把这个信息呢 也传给我们的未来世界 这个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这个平中信息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会跟某一个图书馆 美女说是国会图书馆 签个合同 把这个平中信息呢 放在图书馆的地下室 一千年不打开 那么一千年之后 我们的孙子的孙子 孙子的孙子的儿子 打开之后 或者女儿 打开之后 哇我们的老祖宗 留下一个信息 这个老祖宗是谁 老祖宗就是我们 就是你和我 到底我们给这个 我们的后代 留下什么信息 是要详细思考的 所以这个video competition 也就是这个 这个竞赛呢 是如果你被选中了 你这个呢 就会成为这个 平中信息的一部分 好 谢谢大家 太精彩了 怎么讲这么好 太精彩了 这个 做个成章 活动很有成章 太棒了 活动很有跨 你还不能轻易地 发表讲话 不能讲话 你一讲话 报纸电台的编辑 没放完 哎呦 太会说话 太会说话 怎么办 你还有一个 马路上不能乱跑 一跑就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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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中的成龙 太帅了 成龙比我有名 我们这上次没名的 一上台 我就感觉 比你精彩 气场特别 你成龙呢 我只是数学比较好 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 是你怎么追上我们 蒋会长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是后面的 专访人之手 给你了 太好了 这个活动 太有意义 太有意思了 感谢媒体 感谢媒体的支持 感谢媒体的支持 感谢媒体 ót,这边 肯定 22